事实胜于雄辩,广东南篮立行北京手钢意料之中 赢球的代价太大了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极杆枪老了,朱燕熙还在打 方硕什么的都是老家伙,打到后面更难 北京队正在打法转型中,没那么持续地稳定也正常 北京都飘外线狂投三分,没见几个杀篮下的进攻 想吹犯规也没机会啊 其实,北京手钢换人最后,秋天在场上打得很好 换上范子明,直接丢篮板,少一次进攻机会 这场球,说实话广东队开始根本没想赢 因为人员不整轮换不够 防守没上强度,所以北京三分才那么准 没有上强度,所以犯规少 还有就是北京都在外面飘着头,根本没突破 所以北京篮板球跟罚球少 球队给增增樊博的战术太少了 感觉他就只是接替朱燕熙当了个三分纯投手 几乎没看到他在三分线内的战术 这一次,迪小川也就犯在老实人张文艺身上 你要犯一个在张公子身上试试 围体驱逐不说,估计还得竞赛好几场呢 增樊博在手感好的时候连进几个 看起来得分不错,手感差的时候就没啥得分了 手刚打得也不差,尤其是小外援发挥出色 假以时日,手刚仍然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徐杰不伤的话不会艰苦 北京队最后放心的佳姬水哥 要是徐杰在场上 你佳姬水哥徐杰一样和周琪连线 水哥最后一截被佳姬没打进好几个回合 广东队少了一个防守尖兵,一个高炮台 加上徐中锋伤退还能赢下来真不容易 张文艺的三分很准,但出手机会较少 不过在大学球员中,他的出场时间 应该是最多的了吧 新秀开始表现好的 还得过新秀强的考验 循序渐进,不要过分使用可能更好 今月大战果然是一场无比艰苦的比赛 广东队虽赢球,但伤了徐杰 甚是不值 对方的锁后犯规不吹为体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希望杰仔,商务大爱 水哥签得太好了,要换也是换马上 现在有周琪不需要大外 小前锋最需要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